《孝经》的第三章是诸侯章 在诸侯章当中,诸侯就是各国的国君 是天子之下的重要大臣 他是帮忙天子治理天下的 诸侯的爵位有公、侯、伯、子、男 他们的地位仅次于天子 是一个国家的国君 这个国君到底要怎么把国家治理好 在江先生的话座里 这位国君非常千功有礼 拱首相老百姓致意 当然也得老百姓的礼敬和称赞 表征这位居国家最高位的领导者 他虽然居在高位,可是不较慢 其次他是轻车捡虫 只带了一位官员跟卫士随从 卫士驾着四匹马的马车 并且有散盖、旌旗、五色帆 车顶是凤鸟等 这些都表征这个人的地位 是仅次于天子的诸侯 在轻车捡虫当中 有着百姓在车旁拱首问候 表情愉悦 还有母亲带着孩子 孩子摇着波浪鼓 及祖母带着孙抱着孙 赶来想要见国君的风采 国君十分随和地 跟大家拱首致意 虚寒问暖 这幅诸侯章 江先生要表达的是两个意思 第一个是国君在上位不较慢 第二个是轻车捡虫 代表他虽然富有 可是不浪费 须知一位国君 他如果在上位不较慢 他可以维持他的尊贵 他虽然富有 可是不奢华 不讲究排场 他可以维持他的富有 他可以让老百姓过得很好 因为他不奢侈浪费 所以他不会恒征岁富 因为他在上位不交 所以他不会让朝中的臣子 成为骄重狂妄的人 由于他居高位 能戒胜恐惧 所以把政治 治理的上下和谐 这就是国君的笑 江先生这幅图 有别于 历代的孝亲画作 历代的孝亲画作 或者画的马车是豪华的 或者讲究排场 而且世卫直接 驾着马车往前行 没有像江先生所会的 国君很亲切地 跟老百姓打招呼 表征诸侯的亲民 还有他的简朴 以及他对老百姓的亲和力 整体带动的是国家的和谐 自然带来国家的强盛 以上是江先生 孝经诸侯章的画作 这里面所要表达的毅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